H7N9 杭州失守 公港活雞風險有 疫情去到兩死五危台都還未停 H7N9 擴散到浙江杭州市 證實兩宗確診個案 一個在江蘇造處的38歲男人 上個月7日病發,27日死亡 另一個67歲男人 上個月25日因為咳同發燒入院 情況嚴重 亦有消息傳出 上海統治醫院急症室 收了一個H7N9病人 搶救後死亡,但當局還未證實 疫情周圍爆,令人心惶惶 感覺收尾跟一點安全感都沒有 每次出來的時候才會檢查 沒有提前做到預防和診施 每次出來都讓人感到很震驚 日前證實染病的南京女病人 網民掛了她在江寧區的家地址出來 她老公說醫院不斷收錢 已經花了十萬元 有些問親有借的 每天還要給一萬 但因為個個都知道她老婆染病 搞得想賣樓套給醫藥費都賣不出 然後產生人量的時候 她就自然以吃別的味道 不是誇的,她住正在女病人旁 怕得煲燥和能消毒藥水 有人怕得搬走 市民就怕怕,但我們記者去過 江蘇多間醫院看過 反而防範儀式很低,有些口罩都不戴 香港,專家說新病毒隱形過H5N1 邊境口岸只會驗內地入口活雞 有沒有H5病毒 所以輸入活雞是有風險的 你會不會繼續吃雞呢? 如果我覺得沒有這個風險 我覺得沒有這個問題 我會只要外出吃飯 她說實驗室有H7快速測試技術 不過要幾日至一星期 才可以將技術搬去邊境口岸 向香港供應活家禽的地方 全部都不是在華東和在長江下游 而是在珠江流域,在廣東省那裡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 停止輸入就沒有道理了 其實禽鳥是否幕後黑手都還未知 而今次出事的浙江省 正正是黃浦江飄防死豬的源頭 有世衛專家就說 很可能病毒在豬道變種之後再傳給人 下個月就是五日黃金周 由內地訪港的旅客會多很多 亦增加H7M9殺到香港的風險 袁國勇說最重要就是做好邊境監察